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S了一张赵本山版的绝技海报 因故于逼真 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对此消息深信不疑 而在9点 郭道果然准时爆出彩蛋 公布了最后一位主演 却是郭敬明本人 作为电影绝技公布的最后一位主演 此次曝光的三张海报中 郭敬明笑容温暖 目光深情 为绝技封伤自己的荧幕表演处女秀 而至于会演什么角色嘛 郭道你是演小时候的陈学东啊 还是要跟陈学东一起相爱相杀呢 该消息一再往上曝光后 立马引起粉丝轰动 不少网友表示 导演亲自上阵 越发期待绝技成片了 而对于如此高颜值的主演阵容 更有网友称 颜值太差 亚洲第一神颜阵容终于聚齐了 猛果老新闻郭道 你也真是不甘寂寞啊 报道 前不久刚刚曝光的神学洞 加盟绝技的消息 让不少粉丝开心不已 本以为可以放松一下 不用坐等9点10 6月3号下午 郭敬明在微博中PO文 是不是终于觉得 摆脱了9点方的命运 而感到轻松 或者隐隐有些空虚呢 今晚9点给你们崛起 最后一代 哄 坐等黄金12小枪聚首 12位主演这是什么鬼 而从消息爆出后 粉丝们开始脑洞大开 有说陆寒 寒寒 李凤 更有粉丝爆出是赵本山 还有模有样的 PS了一张赵本山版的 绝技海报 因故于逼真 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对此消息深信不疑 而在9点过到 果然准时爆出彩蛋 公布了最后一位主演 却是郭敬明本人 作为电影绝技 公布的最后一位主演 此次曝光的三张海报中 郭敬明笑容温暖 目光深情 为绝技封伤自己的 荧幕表演处女秀 而至于会演什么角色嘛 郭导 你是演小时候的陈学东啊 还是要跟陈学东 一起相爱相杀呢 该消息一再往上曝光后 立马引起粉丝轰动 不少网友表示 导演亲自上阵 越发期待绝技成片了 而对于如此高颜值的 主演阵容更有网友称 颜值太差 亚洲第一神演阵容 终于聚齐了 芒果老新闻郭导 你也真是不甘寂寞啊 报道